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人工智能科技无所不在 在浏览社交媒体平台时出现的广告 就是人工智能根据我们的盛网习惯和信号分析后所得出的结果 就连电子邮件也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找出拉近电邮并将它们删除 要处理锁碎银行不同事务时 有无数菜单柜台排队等候 直接通过银行网站上的聊天机器人 在人工智能的注意下 一心疑问几乎能立刻进行 人工智能科技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如今随着数码经济运发受到重视 而获得更多资源的投入 2017年5月 新加坡全国人工智能核心AISG正式投入 无理研究基金会还将在未来5年注资1亿5000万元 推动本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AISG正计划为1万人提供免费课程 教育他们基本的人工智能知识 自去年8月已有1200人参加课程 AISG一计划为多达2000名业内人员提供培训 目前有430多人正参与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活动 而为了加强有关人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 AISG长达9个月的虚同计划 将近40人加入 与甸党猪的优质 380人 480人 580人 070人 380人 470人 580人 380人 010 1 4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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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with many, many different expertise and perspective. From about 40 minutes to the current process to about 30 seconds, and also may reduce the cost before going off the board, by reducing time, reducing the need for power, and possibl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medication of this vaccine. AISG批准的项目包括这个电梯监控系统, 通过转改器系统能远程监测, 甚至根据电梯运作情况预测可能发生的故障, 并及时通知指挥中心将在电梯故障之前进行维修。 目前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者缺到大约5000台电梯, 肩负着网站公众搭乘被替安全的主任,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也带来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就有不少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是否将会被人工智能够取代。 最近一项研究就预测到了2028年, 我国每股名员工当中就有一人会因为人工智能科技等新兴科技而失业, 不过也有专家坚信, 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远大于他所带来的威胁。 自动化,高度快捷方面的人工智能科技或许将取得许多 现在由人类操控的工作。 不过专家认为,有较高增值空间, 需靠个人经验和直觉能力的工作。 所述出事无大。 相反的,低增值、简单又没有人想做的工作, 比较容易因为人工智能和技术科技而造淘汰。 质量。 我们继续让工作使用普通正确认的工作。 我们都需要质量从它出现。 肯定会为人工智能力和服务的 jobs? 我们需要质量误3单误2单误3单误1单误4单误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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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误4单误3单误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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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误6 7 也行差踏錯,特別是在公共空間裡。 專家認為,在這個階段的人工症候發展中, 如何通過教育提高相關意識非常重要。 無論如何,人工智能科技發展的步伐不會停歇, 並將成為人類生活中不可不缺的一環。 不論是生物變化,或是過馬路, 人工智能科技都會和你心意不理。 有機會,人工智能科技最高的一環是最大的。 所以,很高興發展。